我说分手只是想吓唬她的 没想到她这么痛快就同意了 这些年我一直让着她 这次她真的触碰到我的底线了 她是不是早就厌烦我了才会这样的呢 我真的想不明白了 每次吵架都是我妥协 我真的是不想再忍下去了 我还是不想分手的呀 这次是我错了 她就不能原谅我吗 掌声有请这一队 有请 男嘉宾小伟29岁来自安徽设计师 女嘉宾小霞24岁来自四川教师 来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是你要来的吧 是我要来的 我要和她分手 分手 因为她跟我说她要回老家相亲去 我和她在一起缅连时间了 我真的是受够了 我真的觉得太累了 这两年和她在一起我也付出了很多 宠也宠够了 爱也爱够了 我想让大家来帮我平经理吧 哦 还有一口气呢 你看 回家相亲的 可我那不是真的想回家相亲 主要是 我觉得她是越来越不爱我了 我主要是趁这个想气气她 让她哄哄我 哦 是刺激她的 对啊 不是真相亲 是的 没想到刺激出事了是吧 就是 还有之前的原因就是 我有一次外出出差 晚上回来都11点了 我就想给她打电话让她来接我吧 是这意思吧 哦 当时是这样子的 她离地铁站也就两站的距离 我过去接她呢 大概有七八站的样子 而且那天的话我也正在加班 地铁几点停运 你不知道吗 可是以前我去哪里都是你接我啊 我都打电话和你说了呀 那天我走不开 对不对 正加着班呢 你就两站地 你自己坐个地铁回去不行吗 你就是不爱我了 那那天晚上我半夜微头呢 让你给我送胃药 结果呢 我等了好长时间你才到我楼下 你啥意思啊 你给我打电话说你胃疼 我立马从被窝里面爬起来 我连鞋都没穿 冲到楼下去 我们家楼下那个药店已经关门了 没办法 我只好去那个对面隔壁那条街 好不容易找到药店 给你买到药 然后我给你送过去 中间耽误了一点时间嘛 来回可能花了接近一个小时嘛 因为大晚上的嘛 兄弟 你确定这一个多小时 你都没穿鞋啊 我穿着拖鞋呢 着急嘛 吓我一跳 我鞋都没穿 行 听明白 这次听明白了 挺积极的呀 我好不容易给他把药送过去 敲开门 他很生气 冷着脸跟我说 你到现在才来 什么意思呀 那肯定呀 一个多小时呢 我胃疼还好 万一我晕倒了 咋办你不得后悔死啊 那我不是给你去买药去了吗 大半夜的 我容易吗我 那我会帮你去买药了 不得了 我好消息啊 我就是我 你帮我